有中研院學者受臺電委託進行採樣 曾在藍瑜主存場外 某處朝間帶泥土 測出人工核種 色一三七 每公斤六點五倍克 估六十則是三十二點九倍克 因為報告還沒結案 學者表示佔不受訪 不過醫學專家感到憂心 非常非常不尋常 一個可能當然是臺電 有更多核廢料送往藍瑜送 並沒有跟外界說明 第二個是他裡面的 廠區裡面的這個會要儲存呢 是不是有大量外視到 這個藍瑜周遭的環境 媒體揭露這個事實之後 原能會發出新聞稿 正式對外澄清 有關媒體報導 藍瑜輻射檢測 微量放射物質增加的新聞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查證之後 確認微量放射性物質 遠低於法規的調查值 不會對民眾造成影響 請民眾放心 新聞稿當中也說明有關 臺電委託中央研究院學者 在藍瑜主存廠附近海域 進行生態調查並採樣分析 結果發現海底沉積物 有微量的孤60 及色137的情形 原能會表示研判後發現是 減診重裝作業的時候 產生的微量放射性粉塵 散落在廠區後 受到雨水沖刷帶出所引起的 目前的結果顯示 自然環境的輻射量均遠低於 沉積物的法定調查局 而且再度強調對環境影響及輕微 也不至於對民眾造成影響 原人會發出新聞稿 要民眾不要過度緊張 強調一切都在控制範圍之內 要民眾放心 記者綜合報導 請看 到下方 請看 我們請看